环球新闻综合报道,据彭博社报道,德国电信,Deutsch Telecom十三日表明,公司正在重新评估采购策略。 这项被视为德国电信可能将华为从供应商名单上出名的一种迹象。 德国电信通过电邮回答询问使着,公司先前就采用多方供应策略。 供应商不仅有华为,还包括爱立信、诺基亚和斯科。 德国电信指出,尽管如此,我们目前正在重新评估采购策略。 近日,有外媒报道称,德国内政部一位发言人表示,德国政府不考虑禁止华为的外国供应商为德国提供物客设备。 德国当局已就此问题进行讨论,德国电信行业捍卫了其理华为的长期合作关系。 例如,德国电信公司正与华为在柏林进行物客项目合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